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曾学信 陈老师 首先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 我们全国所有的会员好朋友 以及所有的一个粉丝好朋友们 即3149的一个政大 打了没 连标三根的一个涨停板上来之后 今天的会赚科8431的会赚科 很会赚 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大家 我们有大撞弱 结果今天怎么样 今天大厂在创新高 从五字头到今天来到99 常常又99 两波段的一个价差 累计已经超过72% 还有就是航海王的一个长龙跟阳明 你可以看到长龙涨停板 阳明涨停板 大师兄坚持做对的事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波以来 很多的一个专家都告诉你说 哇长龙阳明不会涨 告诉你赶快卖赶快卖 只有大师兄告诉你 我持续看好 并且我带着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全力做多买进 你可以看到 长龙今天涨停板 阳明今天涨停板 相信你都看到 你都见证到 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照兵照兵 这就是大师兄实在的一个地方 如果这些的一个股票你错过 你没有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么下一档 潮底好股大师兄就准备 带着会员朋友要锁定 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那想知道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第一个QR Code 要赶快做加入 赶快QR Code都弄手指 扫描一下 免费的第一手 想把握第一手免费的一个资讯 赶快欢迎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好事就是发生大师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 那对于整体的行情 虽然上礼拜五大盘是出现的一个这样 对一个下沙的一个走势 所以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也告诉过大家 我说我礼拜四 我们多当我们获利了结之后 我们带着大小卫力的群组会员 开始反手短空避险 跟指数联动性的一个商品 反手短空避险之后 礼拜五开低 重挫大跌下来 这个时候怎么做 当然要顺势 懂得顺势获利回复一趟 都讲在前面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虽然礼拜五 是出现的一个重挫的一个格局 但是大师兄也告诉过大家 面对高档区间震荡盘整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做 策略上就是要懂得什么 几掌几叠反向操作为主 那你想想看上礼拜五是重挫吗 那上礼拜五重挫今天 开低下来怎么做 当然就是要懂得站在美方 是的 我们今天我们就带着我们大小卫力群组 带个废员朋友 再怎么样 再多多上来 哇真的是太棒了 你可以看到 那今天的一个大盘又是怎么的一个 的一个拉台的一个上来的 那都完全完全 都在我们的一个掌握之中 那么对整体的行情我相信不需要我再多说 可能很多人还是会很担心 担心说美国公在殖利率的一个攀升 是不是会包括外资的一个在这个地方调节动作不断 是不是会如某些的专家所言 盘是可能会有反转下沙拉回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存在 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师兄还是老外去 我想大家也不必紧张或担心 为什么 我想很多人会拿2018年的一个情况来跟你说 但是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2018年 当时候的一个大盘之所以会从11000多点 一路的一个这样 大五回党出现大五回党来到939点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美在殖利率攀升到3%之上 但是最主要原因就是美中贸易战的通路过大 以及美国领准会的一个收缩资金跟升级的一个动作 所以才会造成市场出现释放性的一个这样 释放性的一个卖压 反观这次虽然在上礼拜 公债指令率一度攀升来到的一个1.7%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离3%的目标还有好大一段的距离 并且不论是美国的财政部长的一个叶伦女士 或者是美国领总会的主席Bauer 也都拍胸脯强调 将持续维持量化宽松的一个政策并没有改变 也暗示预告未来两年三年之内 他不会收缩资金 不会做升息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短线的一个震荡 需要担心吗 需要担忧吗 震荡就是你的机会 若要说盘局出表股你可以看到 今天每天旁边上你每天睁开眼睛 都有好多的一个股票 一档戒指一档跟登场 长龙阳明航运类股 甚至纺织股的一个廊坊 包括主机板的一个印太 陈奇 陈奇是我们工商时报推荐的股票 甚至网通IC的一个亚信 这周我们在之前工商时报 跟他推荐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 每天旁边上 有许许多多的一个中小型股 持续火烦弄掉 所以这个行情我就告诉过大家 我说那次当家小鬼当道的一个行情 就是看中小型股的一个表现 那么到底现在一段 有什么样的一个中小型股 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 第一个 当然有具备高值利率 题材的一个股票 当然是最好 因为高值利率 往往他会出现的一个这样 补涨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轮动 就像我之前跟他分享的一个 孔京都保影4999的一个心盒一样 第二个 就是公司的营运跟获利 能够大幅成长 那甚至 整个的一个前景的一个展望 持续看价的一个好股票 那这些都是业内华人大户 非常亲爱的一个股票 就像843亿的会撞客 真的很会赚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股票 为什么大胸一驴不离不弃 很多人 往往到了八字头九字头 八字头来告诉你 慧壮哥很好 我知道 很好 很好看到的一个 K线杀下来 大家又吓到了 那时候杀下来 很多人担心 是不是要卖 这支股票 甘好甘好 结果你可以看到 大家担心害怕 我又开始带会员朋友买 买进之后 又一路的一个标签 甚至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也告诉过大家 我有一个大动作 从五字头送给你 带会员朋友买进 你看都有讯息为证 讯息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敢说现在没有一个专家 能够像大师兄这样 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照拼照拼 不论是涨跌 我每天我每天 我说给你听 我分析给你听 为什么我看好他 你想想看 过去块钱元月份单月 就已经缴了0.83元的一个好成绩 那么对于一档股票 如果今年原本预估 渴望上看五到八块钱 那甚至现在 可能华人的一个目标价 可能整个的一个获利预估 可能还会再调高 甚至不排除 预估有机会挑战一个股本 那你想想看 过去可能赔两块钱左右 那现在一下子转机大成长 如果真的 预估有机会挑战一个股本 那这种股票 该不该喷 该不该喷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差一块钱就到三位数 但是到三位数 我不是叫你去追 你要买你还是要懂得跟上大师兄脚步 什么时候该出手 什么时候该卖一趟 我在 泰的鬼 跟他Enter 我都会跟大家 无事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甚至在我的一个信息里面 我都会跟大家交代清清楚楚 这就是大师兄的做法 你会发现我股票并不多 我每天告诉你的股票就是这些股票 我不会像有些好像跳梁小手一样 每天变来变去 今天看到哪一档股票没涨了 那赶快又赶快抓一档股票 涨停板来告诉你 现在很多的一个 很多类似的专家不是都是这样吗 每天告诉你的股票都是那种打空包弹 整边会员的股票 那这些对你有什么帮助 你自己去好好想想看 想清楚啦 你可以看到 就像航海王的一个阳明 你看阳明今天掌停板 一切竟然不严重 都是大师兄这一路以来 不离不弃告诉大家的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股票 元月份大端2.3块 预估法令预估今年有机会 手机有机会上根7块 甚至上半年预估就有机会 挑战你一个股本 那像这样的股票你可以看到啊 早盘还刻意不给你 不给你一家所掌停 还刻意不开掌停板 还刻意给你怎么样 给你压下来 哇你看到很多人都傻眼啦 很多人都傻眼啦 以为又会压回啦 各位亲爱的同志们 真的想太多了 真的想太多了 所以你今天你想要掌握航海王 你要找谁 你就是要懂得找 航海王的一个 总托组的一个大师兄 你可以看到阳明 阳明我什么时候我告诉你 2月3号 2月3号21块6 哇当时候元月份 因为ECB的关系刹下来 好多人认为说 都麻烦你说 哇长龙阳明毁了 告诉你股票赶快卖 你真的卖掉的话 结果现在怎么样 不要找上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师兄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什么 所以航海王的一个总托组 就此一家 别无分 你就是要懂得来找大师兄 你可以看到公司 这样一段的一个这样 一段的一个大涨 哇涨幅都打到多少 超过65% 达到66% 包括的一个长龙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在会员们 有锁定的一个股票 我们在 我都持续跟他自己做分享 我都跟你说 我就是看好 我要看好 看好股票不用在那边 哇每天在那边 看到 说真的啦 看到黑卡一半 哇跌下来 又说黑卡了怎么办 哇每天在那边 放来放去 放来放去 哇 很多专家都跟你说 这种股票是什么 结果现在呢 现在专家每个人都告诉你看好 每个人都告诉你 哇赶快来找我 到底你要找谁 我相信大家眼睛都雪亮的 你可以看到长龙 长龙 现在已经超过34%了 那还会飙 还会飙 因为法术会 4月1号法术会 3月30号是阳明的法术会 3月23号是万海的法术会 所以精彩好戏 还会一波切着一波 什么时候该卖一趟 你不用猜 你直接跟上大西洋的一个脚步就好了 那如果说这些的股票你错过了 或者是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话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是大家 非算不可绝对不能够再错过的 那我想这一波的一个 红家军的一个集团 尤其红海集团 跨足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体材 那跨足电动车的一个体材 那相关的一个红家军的体材 的一个股票 也都是大家要持续来留意的一个 的一个焦点的一个体材 跟各股 那当然 领军股 红海 那红海我不是叫你去追 那我相信 红海这样的一个股票 应该都还是 未来持续往上 攻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要告诉大家是 从红海来看的话 那相关他的一个家族 有哪些可以来做一个留意 比如说我们过去 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光与 我相信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那现在要高档 高档是会做震荡 那高档震荡的过程当中 往往他有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就是你看到吉拉的时候 往往你跳进去 就会被什么 被上冲下行 这一点是在操作 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你要稍微留意跟提防的一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像广宇 当然他涨多了 所以我们带会员朋友 锁定什么 政打 讯息在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 三根涨停板 我也告诉大家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拨断单 设好停利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打了没 政打你没跟上 那我问各位 像红准 像以胜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还会不会涨 我相信这些的一个股票 都还会涨 但是毕竟他大涨一段 大涨一段 那后面他会怎么走 我相信后面的一个走势 你就要能够精准掌握 那像红准来说的话 长达12年的一个长期的大底 那我问各位 像这种股票 像这种股票 上档的一个空间还很大 那我问各位 像这种股票 你买的 你先是可以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的开心 虽然你会发现 大涨帮大家所选的一个股票 都是这些低基础地位阶 未来产金 前景涨万价 空间都还有很大的一个股票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 要带会员朋友来锁定的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些的股票 包括载经济跟远距上去的加持 所以你会发现 包括网通IC的亚信 哇这一波的一个 标涨真的非常的凶悍 那甚至包括主机板 板卡涨的一个硬碳 哇连标四根五根的一个涨停板 那接着乘起 连标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那我问各位 那么像源源满满 最近的一个量能开始 这也是我们带会员朋友 近期带会员朋友锁定的一档股票 那么像这样一档的股票 说会整个的一个材经济花烧 电子指的一个阅读器的一个销售暂望 还有电子指的一个货架的一个标签 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增 营运看大好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问各位它会不会涨 能不能够买怎么买 你不知道你快去找我 不只是这档的一个源源满满 那我也告诉过大家太阳的好意 那这支股票我跟你说 这支股票我相当看好 如果你还没有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赶快跟我们取得联系 不要等到将来 像长龙阳明 又标涨停满给你看的时候 你一阵才在对行光 甚至包括这一档的一个家人有约 我跟你说这支股票今天大涨在创新高 也是我们在上礼拜代会 没有锁定的一档股票 锁定之后上礼拜有大涨 今天持续的一个大涨 也是一档5G光通信 还有资料的一个中心 那甚至包括的一个游戏机 那应用市场的需求 公司也积极的一个扩增它的一个产线 那今年营运了 那看到好 那么像这样一档的一个股票 目前还在四字头 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的一个股票 所以它股票真的非常多 那只要大家懂得去做掌握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会赚很大 那么最重要的是 与其你在这个地方 让你的一个错误 持续不断的一个扩大 真的不是好办法 不如大不如让大师兄来帮你创造新前途 怎么样来帮你创造新前途 南盘见高手标古找贵人 相信大师兄就是你的贵人 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那么怎么样来帮你创造新前途 第一个 第一个 还没加入我们标古新天地 南盘得或推得过 赶快QR 赶快撒描一下 撒描一下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大师兄用标古来帮你写日记 就像长龙扬名一样 就像会章客一样 大师兄在南盘得或推得过 无事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相信只要你是我的一个会员家族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粉丝好朋友 大家都是最有福气的一群 或者你有想要立即把握 想要明天你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欢喜布局快乐收割的好朋友 也欢迎各位 跟我们取得来取得联系 你打电话进来 大师兄保证 让你用最低的门槛 让你所有愿望一次满足 你说好不好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欢迎各位来电 0223219933 控理2301 QQ333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